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训队方面则是比较可惜 他们在2比0领先的状况下是被明川大学给逆转的 那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刺激 那今天这场比赛当然双方都要争取在秋季联赛的首胜 所以说也可以说是精锐进出 我们看到在北市大同跟国训方面 看起来好像在开赛之前气氛是不太一样的 那今天在北市大同方面是身穿蓝衣蓝裤 现在是游走往右攻 那国家雏训队方面则是白衣白裤 我们看比赛开始在大同方面是控球在角 今天他们的门将就是现在代球这位 维盛兴他也是中华队的国门在2011年的当时啊 在中华队2014世界杯对上马来西亚那一场的 所谓的资格赛里面他也是第二轮里面有上场 这球是往前的做一个冲调被博迅的球员给顶了出来 博迅这球塞直线 哇中间是有个空档 维盛兴这时候出来了 结果来不及回来 哎呀 结果是何鸿慧的进球 但这球啊传中球是传的恰到好处啊 维盛兴呢要初级的时候 但是已经来不及来解围了 反而是形成一个空门 让何鸿慧是先进球 帮助国训队是取得1比0的领先 国训队的机会 维盛兴这球啊 是接的相当漂亮 而且很快的攻防转换把球是交给了左边路的朱恩乐 朱恩乐看他这球怎么处理 塞直线机会来了 马克弗兰勒这一角的尝试就进了 哇哦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北施塔同方面的反击来的相当的快啊 左边路朱恩乐快速的交给马克弗兰勒这一名外援 由他是把比分给扳平了 双方战成1比1的平手 国训队持续的进攻 这一角尝射 哇这球很可惜啊 徐毅进射到进区内的时候呢 温伟斌要捡这个空门竟然没有能够捡到 最后是打在了横梁之上 国训队在他们阵中有非常多的 有裹脚资历的好手啊 今天这场比赛当然双方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马克弗兰勒内切 交给中路这一球朱恩乐 哎呀再给还不错 射门的机会哎呀 哇这一波连续的进攻相当的精彩啊 可惜啊 这一球在左边路为玉认 左脚竟然没有能够掌握好 相当相当的可惜 这个时候是国训队要来反击的机会 右边路 这一次的有没有机会起救 45度角尝射 国训队啊 这个仇啊 可以说在 陈松南方面 传着传着相当的精彩 最后这角尝射了 是有在门框里面 走右边的立柱 但是被维胜机给拦住 也是大同散机 这一次又是马克尤尼尼斯的带球在进区外的倒地 不过这一个仇啊 看起来 裁判是做怎样的判决 哇 结果国训队这个时候吃到了黄牌 马克尤尼斯在禁区外是被绊倒的 国训队的王瑞这名裹脚 是用一张黄牌啊 换来阻止了对方的阴波进攻 北市大同这一次的自由球 刘继超 罚高了 但今天呢在国家处军队方面呢 后防线上有王瑞有陈平阳啊 这一种 这一组啊 中华队国家队的 战选的中卫的组 相当的遗憾 左边路的机会 林哲宇 找到进去内 不过这一球 维胜兴的速度够快啊 张豪伟还没拿到球的时候 他已经出不及了 国训队方面呢 这一波的快速反击 相当的具有威胁性 但这球维胜兴他的一个积极的出击 又相当的重要 维胜兴的一向是以他的速度著称的 他的身高在门将里面算是 比较矮小的 这球机会又来了 又是何鸿慧 交给后路的自己的队友 这球竟然没有办法过 维胜兴这一关啊 哎呀太可惜了 这个球啊 陈松南 想要代球过维胜兴这一关啊 但是维胜兴呢 他是国门啊 有这么好过吗 祝恩乐 回敲一下 这球往前面来给又是Mark Valerius 他的一个身材啊 真的 在前面当支点来讲呢 进攻的支点来讲 非常的好用 机会又来了 四处渡角位置 这角色门被挡了一下 还有没有 哎呀 这球张豪伟啊 想要来补射 因为第一时间呢 在朱梁亿方面呢没有能够控制住球 不过最后啊还是没有办法取得进球 国军队 这一波的反击 林哲宇 派出了代球 左边路是已经有和鸿卉了 和鸿卉 漂亮 再来传中 哎呀 这球选择自己来射 很可惜 哎呀 又是维胜兴 那球可以拿下来 哇 这个球和鸿卉 哇 是可以选择传中的哦 因为在中路哦 队友已经是插上了 选择自己用右脚来射门 但是过不了尾胜兴的实质关 那当然上半场你来我往相当的激烈哦 最后呢 在上半场方面呢 也是大同跟国训队是战成了1比1的平手 哇 可以想见的这场比赛的水准是相当相当的高 我们看到在国家雏训队方面呢 他们的总教练彭古松 还有当然在美式堂童方面呢 他们总教练强务在强总教练 都是呢 在上下半场交递的时候 给予球员的一些战术上的指示跟指导 进入下半场之后 国训队是有多往右攻 来回的导船 双方当然在地面传球方面是 的进攻能力来讲都相当的好 那在北市大同方面呢 他们更强调啊 所谓的一个一脚球的快速反击 但前面从上半场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小组配合也看得出来啊 在北市大同方面呢 他们打这一种反击的效率是很好的 国训队左边路的进攻 这个球 左边的配合 这个时候船中有没有射门的机会 在进区内 明约翰 哇 哇 明约翰呢曾经是效力过北京的北控燕京 刚刚这球我想要调远门柱的位置相当精彩 不过维盛星呢 速是反应很快摸到一点球皮 北市大同的反击 马克 法拉斯 快速的突破 看这球有没有机会 船中球 这球球进了 哇 马克 法拉斯不只是撞啊 速度也很快啊 右边路高速的突破 结果在中路 插上了流胜意 是补了一个大空门 2比1 北市大同反而是 超前的比分 不过国训队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李约翰把球回敲 想要在中路做一个配合 但是我们看到大同在后防线上的一个 防守还是相当不错 大同抓到机会要快速反击了 这次塞直线 结果 马克 法拉斯 进去外 这球掉门 哎呀 朱良毅啊 已经是 初级了 的一个状况下 被马克 法拉斯非常的有经验 我们看到 右脚的吊射 完全是吊过门将防守的范围 今天马克 法拉斯 没开二度 帮助北市大同 目前是3比1 领先了国家除训队 看到张无叶 张教练 今天也是亲自来督战 这边的机会 这个时候 当然在国训队方面的是要想办法 把这比分给追下来 还有机会 在中路 在中间 抠门了 漂亮的配合 维生星 这一次的初级 又没有能够 挡住对方的配合 中路插上的何鸿惠 是也在今天 没开二度 我们要知道何鸿惠 过去他也曾经在 中华的奥运队里面 对上 所谓的一个 韩国的 冰组联赛的球队 华城队 当时他也是有取得 全场唯一的一个中华队的进球 右边如果机会 这一次 又是何鸿惠 这球 哇 穿得精彩 已经是调过对方的门将 到了远门柱的位置了 可惜的是 后面插上的队友 没有能够补上这个空门 今天合同会的一个状况 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 又是国迅队的进攻 再进去 来追脚上门 杨家皇 哇 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国迅队方面 他们的实力是有的 创造出不少的机会 这一波的定位球里面 杨家皇竟然没有能够把握好 这个球当然是非常重要 因为 比赛已经到了 最后的十分钟了 又是Mark Fidelis 这个时候又来又来 帽子戏法吗 哎呀 这个左脚推射 终于是被朱扬莉 给挡了出来 今天Mark Fidelis 在前场 哇 他的速度 脚法 还有他的一个身体的冲撞能力 都是 展现的一览无遗 这边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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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处军队 第88分钟 分左边 还有点时间 看能不能把比分给扳平 这次的传宗球 尾盛兴又出来了 尾盛兴这次出的够快 结果呢在国训队方面呢 这球可能是盼了冲撞能降 金哲宇在禁区内跟尾盛兴呢是相撞 这个球定位球第92分钟的时候开进来 林约翰这球开进来之后但是 并没有国训队的球员在禁区内可以射 也是大同 只要在坚守一两分钟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大同的快速反击 哇 在场上有球员倒地但是裁判认为 这球是得意 结果最后还是逃出了黄牌哇两黄换一红了 看一下这是什么一个状况 这一副代球 在国家储蓄方面了 当王瑞啊这一次的一个防守 是让他付出了代价 仰皇换一红这场比赛呢 在国训队方面呢只能是十打十一的 这名国家队的中卫 今天可以说不是他的一天 好主裁判吹响的比赛结束了哨音 这一场啊 大战里面最终呢北市大同是3比2打败了国家除训队 双方各有一名球员呢是取得了没开二度 我感觉很好 我非常高兴我能够在这场比赛取得进球 我来到这里我很努力学习语文 也希望能够帮球队取得进行球 那最重要的是我进球了 而且也帮助球队赢球 拜拜 谢谢 你进那一球的感觉跟感想 感觉还不错 因为毕竟是大专业赛的第一个球 第一场的胜利拿下来了 然后下半就是还有即将要面对南部的台电啊等等之类 教练你的想法跟看法 因为这场算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以国宪来讲的话 他阵容是越来越整齊 那越来越大家摸的话越来越 所以这场胜利是算对一个比 球队接系的比赛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这场球没有拿下来的话 那以后真的大家的那个信心里都没有了 那会越打越不容越才是辛苦这样 OK谢谢 想要面跨越的挥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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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这一场北市大同 对上国训队的highlight 就到此告一个段落 我是Freedom Sports 的真心萌 让我们一起热爱足球 支持城市联赛